好 我們看立體一模 題目說 SIGMA K 等 1 到 10 等 AK 是有 16 然後 SIGMA AK 的二四方是400 求這個答案多少 好 你覺得怎麼說這個題目呢 第一件事情 你覺得這個跟它沒有關係 看不出來的關係對不對 既然沒關係 把它展開就好 對沒錯 把它展開 把這個展開到 SIGMA AK 的減二的平方 就是 SIGMA K 等於 1 到 10 請你把後面這個地方 AK 減掉 2 的 注意喔 這個減二是從這邊 減二的二四方展開 你把這個展開就是 X 啦 把這個二的展開就是 B 所以展開是不是很像是 A 平方減掉 2AB 加 B 平方 會嗎 雖然一點的話就展開 隨便搞就變成 SIGMA K 等於 1 到 10 然後這個平方就變成 AK 的二次方 然後減掉 2AB 2 乘以他乘以他變 減掉 4 倍的 AK 再加 B 平方就變成加 4 然後也是一樣 這個要加括號 加括號 加括號 人家會以為只有前面那個 AK 二次方 做 SIGMA 而已 接下來剛才講過的方法 請問你 這個多項式可以參加 3 個 SIGMA 相加 3 個 SIGMA 合併 可以嘛 對不對 所以變成 SIGMA K 等於 1 到 10 AK 的二次方 減掉 4 倍 注意喔 這個減四可以把體調前面去 然後把 SIGMA 放到後面 變成 SIGMA K 等於 1 到 10 AK 會啦 然後呢 把 SIGMA K 等於 1 到 10 4 也是一樣 先算簡單的 這個多少 這個 是不是 40 為什麼 因為是 4 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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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4 變 對不對 這個講究不難 這個呢 SIGMA AK 的二次方 這裡就講 SIGMA AK 的二次方 所以這寫 400 後來 好 減掉 4 倍 這個呢 SIGMA AK 就是 66 所以等於 4 乘66 這樣會 好 所以變成了 400 減掉 264 加 40 好 答案 所以答案就答 1 3 6 176 好 那是 176 這家 讓我來 打算 打算 3 3 4